真是不敢相信,孙悟空母居然在福建大山中被人发现,墓中不仅有着齐天大圣,还有兄弟同天大圣,都说起由济世神话故事传说,那为什么在福建大山中,考古人员能找到他的尸身? 最让人不解的是,在墓碑前的空地上,挖出一根城基里的如意金箍棒,这着实让考古人员一时摸不着头脑,原本都撞出来的人物,怎么可能真实存在?那这是怎么回事呢?考古人员见到消息上山,眼前的一幕,让庄家深感震惊,寺庙中供奉一个身披金色绸缎的神猴,模样跟电视剧《忠孙悟空》一样,石猴身后的石板上,转刻着红夫妻贴四个大字, 下方就是两块石墓碑,碑文上清晰记录了死者的名字,齐天大圣和同天大圣,值得注意的是,专家在附近考古发现,这里不仅有齐天大圣的碑文,还发现了如意金箍棒,甚至附近的村民还告诉考古人员,这就是齐天大神木,而不远处还发现了水莲洞,那为什么在福建大山深处会发现孙悟空墓,甚至将它作为神灵来供奉? 其实是有原因的,在福建米东地区,每个村子都有一个祭祀神灵的庙宇,但这些庙宇,很神奇,他们从来不供奉玉皇大帝,还有观世音菩萨的,而是供奉英雄人物,齐天大圣祖悟空,而在路边的神堂里面,也供奉了一尊祖悟空造型, 据史料记载,在唐末五代期间,中原人迁移至福建地区,当时福建这个荒山雁岭,到处都是野兽出没,而中原人民为了祈福,就将善中的猴子作为神灵,拿来供奉你保平安,而在我国丧葬文化中,只有人死后才会立碑可吻, 而眼前的两块墓碑,清楚撞刻着,齐天大圣和通天大圣的碑文,甚至在碑文前的土堆下,挖出金苏棒这样的陪葬品,难道说这个古墓里,真买有孙悟空的真身? 真不敢相信,历史上的孙悟空,原来真有此人,他并不是无常恩平空想象出来,而是真实存在的,那么福建大山众其天大圣母,是不是有尸骨呢? 据说孙悟空的原名叫施潘陀,是玄奘法师的徒弟,跟玄奘法师一同西去迎娶真经,想传玄奘法师一路西行,每到一处都要念经送佛, 施潘陀原本是一名强盗,因为玄奘法师经法深入人心,强盗的涛果断顿入佛门,跟随师父一路,并成为他保护者,而施潘陀是胡人,身上的毛发十分茂盛,所以出家后见到他的人都叫他胡孙,而在很多壁画中,施潘陀的确被人刻画成猴子模样,那么福建大山珠的古墓是不是施潘陀本人呢? 就在这个时候考古人员意外发现,使妙中的孙悟空,并不是佛法中的孙悟空,而是源于,先秦国是亲,敏人原是信仰, 当然这个信仰的齐天大圣,又在印度神话中,符合汉奴曼的形象,印度史诗中记载的罗摩也纳,就是罗摩历险记, 这本书在印度敌位,就跟中国西游记一样,作为神侯转师的罗摩也纳,力大无穷,经常会帮助在世的百姓, 本身侯喊浓漫又是天宫献女所生,又跟三大主食的主天,学习本领,学术有成后,可以腾云驾悟,随意变换, 甚至在他的传说中,说到偷吃了龙珠粉,练就不死之身,而这些特征是不是跟中国祖武空积极相似, 福建先明白了永保平安,就一直够奉很奴漫的传统,而在吴承恩写的西游记中才短短几百年, 如果追溯到原莫名出阳锦写写的西游记时,他们兄弟有个,其中包括了齐天大圣和通天大圣, 而是墓中恰好就通天大圣和齐天大圣,这难道不可以说明福建大山中的祖武空,要比吴承恩的要早很多年吗? 至于考古人员在墓前发现的金箍棒,也恰恰说明了这个事件,因为吴知其被打败后,大鱼用来测凉水深的金箍棒,被他写成了兵器。 真是不敢相信,一个被熟化的人物,竟然发现了他的坟墓,还发现了陪葬品,这是多么离奇的现象, 孙悟空一个从石头凤一蹦出来的猴子,竟然在福建大山中发现齐哥哥, 那么究竟这座古墓里安葬的是人,还是一个骗局,这也成为摆在考古人员面前的难题, 你说是猴,那为什么要有陪葬品?你说是人,还要是个传说故事, 不过由于最近迷人热效应,很多城市都发现不寻常古墓,有河南发现猪八剑墓, 也有人发现女娲墓,而眼前的这座古墓,就是在河南周口是西华县的女娲林, 女娲作为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人物,她和普成然,伸手补贴,而就是这样一位女神, 既然也在河南发现了她的灵情,女娲是被古人尊奉为人类师祖,也是福西的妹妹, 女娲和福西都是人身首尾,那为什么说,河南才有女娲林呢? 原因是在于,春秋战国师曾经发现过女娲城遗址,还发现了女娲别勒等文物, 所以当地为了打造景点,特意打造了一座以女娲林为首的旅游景区, 难道说福建大山中的孙悟空墓,也是当地村民为了发展旅游业, 特意在大山中翻盖了一座古墓,和地下的金箍坊, 那你认为眼前的孙悟空墓,和这些所谓的陪葬品,都是孙悟空本人, 它们是否真实存在? 感谢观看